刚密集 十天隔离出来 黄马变成绿马 今天刚出来 讲一讲这几天的经过 我主要是去了那个雾美 就是有一个雾美超市 然后一个阳性的人去过 然后这个时间我也去了 你跟那个阳性 同样去过一个地方之后 你的社区就会跟你打电话 告诉你 你跟这个阳性有过这个交集 这个时候需要你居家隔离 然后你的行程码绿马 就会变成黄色 变成居家 然后这十天之内的 你是不能出去的 这个时候防疫人员 就会给你的门口 装一个电子能灵 一旦出去的话 他就会接到报警 三次做法事 第一次是第三天 第二次是第七天 然后最后一次是第九天 全都是捅鼻子超级疼 第九天做完核酸之后 阴性的话 第十天 你自己向社区报备 然后你的行程码就会变到绿色 我身边的同事 差不多有四五个吧 已经被隔离了 或者是市民街 所以说这次北京的疫情还是挺严重 到现在他的这个传播链 还没有完全的阻断 所以说大家还是小心 自四月二十六日 北京疫情出现以来 到今天五月十二日 我们已经做了三楼核酸检测了 明天十三号到十五号 这三天又开始了第四楼的核酸检测 做完这四楼核酸呢 我们北京的这波疫情呢 来得非常突然 就让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点措手不及 虽然我们都在积极的配合国家的响应号召 积极的做核酸检测 但是还是没有抵挡得住病毒的这个扩散的速度 每天的疫情呢 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这也成为了我们所有人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因为疫情防不胜防 我们国家采取了各种防控升级的措施 北京朝阳区更是疫情的防控重点 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各大公园 什么卖菜的菜市场 公司的零售批发市场 什么影剧院等等 全部关门停业 等待通知 大小的饭店呢 都是禁止堂吃的 有些餐馆因为没有办法打包外卖 只能是关门停业 包括有疫情风险点出现的地方呢 公交地铁都是甩站而过 等等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也让 哈喽兄弟们 我的健康宝弹窗了 哎呀 今年已经弹了三次了 我这九天做了八次核酸 但是还会弹窗 这个不是说你天天做核酸 它就不弹了 它是根据你的大数据去过高风险 然后来分析的 谈了只能说是三天做两次核酸 去解除弹窗 没办法 这是一个过程 必须要走这个过程的 今天我是在顺丰干活 今天也是本来是包了几天活 因为那一个司机是被封控的小区了 他的车是被封控了 但是人是没有封控的 今天我这个健康宝弹窗了 顺丰这边也不接受 后期的协商一下 让那个司机过来和我一块 把今天的活干了 但是明天要不要我去干就不知道了 因为健康宝弹窗 他们会担风险的 所以现在还没等到通知呢 这个健康宝弹窗太闹心了 你三天最起码要损失个一两千块钱吧 每天跑个几百块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明天顺风能做 还就基本上损失小一点 如果明天顺风做不了 那就只能在车上继续喝酒 我也不会回宿舍的 因为回宿舍万一被封控到里面 因为现在顺意很严重的 封控到里面就十四天最少 又是无聊的一天兄弟们 今天干了一个活 在网上接了个单 去给人家安装家具 组装了一个吧台 费用是158块钱 今天这个活怎么说呢 活干完了 回来路上车也坏了 车打不着活了 说是线路烧了 结果去修车花了300块 今天白干 还得倒贴 这个疫情期间 活少也就算了 主要是 这两天点还背 钱挣不着还往里搭钱 这可咋弄啊 因为现在北京疫情 好多小区都不让进啊 所以说去哪干活的时候 提前要在电话里面沟通清楚 你们那个小区管控不管控 还是说属于不属于高风险区啊 属于的话是不能去的 一去的话 你的行程码直接就 你的健康码直接就红码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嗯 那只能啊 没有什么好的活 天天就是干这灵活 挣不了多少钱 这跑跑那跑跑 收车下班了啊 今天呢 又收到了一条不好的消息哈 就是随着这个北京疫情防控的升级啊 从明天开始 就是5月12号开始 北京有一些区域啊 被划为了管控区域 就是说网易车司机 包括寻邮车司机 都是没办法前往这些区域去接单 去送人的哈 就是说已经被划为电子围来 系统呢 也不会往这些区域去派单 这些区域的司机呢 乘客呢 也是打不着车 接不着单的哈 具体什么区域呢 一个是顺义还有房山 这两个区呢 是全区域的管控哈 不过手足机场不包含在内 然后还有就是朝阳的南部区域 具体位置呢 就是朝阳路以南 然后大概是东二环以东 一直到通中的边界 这一大片区域啊 都是被划为这个管控区域的 一样这个房山和顺义都还好啊 本身就是属于远郊区域 它本身境内也不是太多 所以说影响不太大 但是朝阳的南部区域 被划为管控区域影响就大了 因为朝阳的南部区域啊 小区特别的多 你包括像白子湾啊 对吧 八头啊 还有这个 班线园啊 宋鱼啊 等等啊 这些区域都是被划为整个的管控区域的话 影响就比较大了 包括像居住在房山的呀 顺义的呀 包括朝阳南部啊 这些网线车司机 他们早上接单的话 你只能说是空放往城里走 或者是往一些没有管控区域去走 要不然的话 在那一区域是接不到单的 唉 真是 没办法啊 这本来市场行情都不太好 这一下子更是雪上加霜了 这本身呢 定单就不太多 这一划为几个管控区域之后 明天定单肯定就更少了 肯定会受到一部分营养的啊 目前能跑车的啊 也就是东城西城 海淀啊 风台呀 还有就是商品 这些区域了 大型的话本身闻闻就比较少 就稍微偏僻一点 目前定单主要就集中在这一片区域了 朝阳的话 在那里现在就少了很多了 刚才换了换衣服出去买点菜 你看 这个都已经封控了 疫情封控好多商家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也是都切封条了 你看这封条 接下来我们 看一下这个 这边 这个封签 这边 这个封签 疫情防控 关停整改 这个 这个 接下来我们往前看看 然后你看 没有 没有一家 开着的 你看 这个 风刮掉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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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封控了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个 除了菜店和商店 其他商家都已经 比较 情业了 这里是 北京川文区 横街子 城中村的一个现状 都已经 封控了 下午 两点到五点 没有一个 开着的